那傳統中英說的那些要吃海帶啊 核手物什麼就不要信了 那就是以前人覺得吃黑的東西 頭髮就會長得比較好 跟喝醬油小孩皮膚會比較黑一樣 都是沒什麼科學根據的 好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白頭髮跟吊髮 另一個則是髮質受損 如果你是屬於白頭髮 吊髮 或是長出來髮質就很差的呢 這個有很多都是因為遺傳 壓力大 生理疾病 這幾個呢我勸你就放棄 特別是遺傳沒有什麼救啦 那如果是生理疾病或是壓力大 包含很多人是因為雄性荷爾蒙過多而雄性凸碼 這些都是可以跟醫生討論的 可能有一些藥物可以幫助你 但可能還要考量你本人的健康狀況 不過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本人就是沒什麼壓力 你爸的頭髮都很好 所以不太可能是遺傳 你好像也沒生什麼病 但是就是一直長白頭髮 或是一直掉頭髮 這個時候的確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別的因素造成 最常見的就是營養不良 其實人為頭髮不好說穿的就是不健康啦 跟貓貓狗狗一樣嘛 那些動物要是健康的 通常都毛皮很光亮 顏色很飽和有沒有 人也是一樣 那因為構成我們頭髮主要是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的飲食裡面蛋白質不夠 你就會長不出頭髮來 那因為人每天都會掉頭髮嘛 所以如果你的頭髮長的速度不夠快 你的頭髮就會越來越少就會凸掉 而除了足夠的蛋白質 你還需要很多油脂 飲食裡面油脂一定要足夠 皮膚跟頭髮的狀況才會好 再來是維生素B群 特別是維生素B12 那因為B12有很多都是來自於動物性的食物 所以如果是吃素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補充一下這個 另外還有鐵質也很重要 特別鐵質對我們頭髮黑色素的合成是有幫助的 也是在紅肉裡面特別多 那一些比較偏向深色深紅色的蔬菜裡面 或者是豆干蛋這類的也有 只是要注意呢這些富含鐵質的食物 通常也要跟維他命C一起吃才可以幫助你吸收 所以除了吃肉類之外 你還是需要吃很多蔬菜的 而且茶跟咖啡這類富含咖啡因的食物 其實會影響你鐵質的吸收的 所以茶跟咖啡喝太多了也有可能導致你掉髮 那傳統中英說的那些要吃海帶啊 核手物什麼就不要信了 那就是以前人覺得吃黑的東西 頭髮就會長得比較好 跟喝醬油小孩皮膚會比較黑一樣 都是沒什麼科學根據的 第二個常見的原因就是頭皮不健康啊 包括很多人壓力太大作息不正常的 你頭皮的血液循環會不好 所以你的毛囊就得不到足夠的養分 養分不夠呢就長不出頭髮 或是會長出白頭髮 所以你看壓力大的人喔 頭皮血液循環會不好 通常要喝很多茶跟咖啡 沒時間好好吃飯營養不良 所以注定就頭髮不好 那頭皮不健康還有另一個常見的原因 就是發炎 比方說你的洗髮精殘留啦 或者是說你用的洗澡的水 水質不夠好 或是生活中接觸很多空氣污染殘留在頭皮上 都有可能導致你頭皮發炎 你摸頭髮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有點刺刺痛痛 甚至有痘痘的 你很有可能就有這種毛囊堵塞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髮廊流行做這種毛囊攝影 可以看到你的毛囊 健康的毛囊應該是要像這樣凹進去的 如果你的毛囊看不到一個清楚的洞 就代表說有過多的油脂 這樣的人就很有可能禿頭白頭髮 或是髮質不好 那頭髮受損就不太一樣 就算你長出了健康的頭髮 還是有可能因為染燙啊 吹頭髮啊 疏頭髮拉扯啊 過度加熱 甚至曬太陽啊 等等這一類的 都會造成你髮質受損 但要注意的是呢 頭髮它原則上就是死掉的細胞 所以廣告那些說什麼什麼成本 可以修復你的頭髮 那都是騙人的 它們就是一群死掉的細胞 已經是屍體了好嗎 屍體是沒有辦法被救活的 但是 雖然我們不可能救活死屍 但是我們可以滋潤它 最常見的方法就是用油 不管是用人工合成的細油啊 或者是天然的什麼椰子油啊 摩洛哥油啊 都是可以在頭髮的表面 形成一層保護膜 避免頭髮裡面的水分過度散失之外呢 摸起來會滑滑順順的 另外可以用氨基酸這一類的 其實氨基酸是不能夠修復你的頭髮的 不過它的確可以幫助皮膚跟頭髮保濕 我們很多頭髮的問題 比方說毛燥 或者像我頭髮很容易膨起來嘛 我以前同學都叫我海格 這些都是因為頭髮過度乾燥 就容易有靜電 靜電就會讓頭髮他們互相排斥嘛 那就容易膨起來 好啦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今天就是想要幫助大家了解 為什麼人會有頭髮相關的問題 其實很多都是營養不良跟頭皮發炎造成的 那我本人呢 因為我爸跟我媽的頭髮真的就是很膨 所以這很大一部分真的是遺傳啦 哇 哇 哎 啊